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鲁 你这次参加尖叫之夜的感受是怎样的 就是很开心 然后很激动 但是呢 就希望明年可以去现场 感受一下尖叫的氛围 你与爱奇艺印象最深刻的尖叫回忆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 其实这么多年 就是爱奇艺一直就是挺相信我的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爱奇艺对我的这篇信任 爱奇艺拿着警察荣誉找到我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信心 但是他们就一直跟我说 哎 你可以 你就是这个角色 然后我因为他们的信任 我才呼吸有气 我说那我去尝试一下 然后如今看来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 非常感谢爱奇艺 有想过你会因为警察荣誉 获得戏制单元 年度会员影响力女演员这个荣誉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给警察荣誉全剧者的 就不是给我一个人 因为一部戏的努力 就是台前幕后太多工作人员了 而且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很努力的想要给大家呈现这个好的故事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你的2022年 你会用哪的词为什么 积累吧 就是其实蛮顾也算了 今年还是拍了 拍了挺多戏的 然后 算是一个积累的步骤 然后明年 是一个 这些戏都会播出 你对2023年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期许就是希望开心健康 开心健康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有时间可以休息休息 希望可以有个假期吧 嗯 然后希望明年播的戏 可以让大家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 放回我的水瓶了 没有 我的形象 那是咖啡走吧 放眼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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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展示一下你的计划像吗 很姐姐啊